小鹿之间那个郑爽说整容就跟化妆一样平平常常 然后你怎么说这事你赞同他这样说法吗 这种事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选择吧 之间你其实也就是遭受过 如眼角嘴唇或者脸型这样的质疑 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件事情 郑爽是郑爽 我是我 他很可爱啊 我刚刚刚在一块拍完戏我觉得很漂亮 你也觉得就是整容完以后还能让人变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漂亮是要从内心到外面的 可以肯定的是李小鹿对于自身外在的保养十分在意 长后一个月左右 她的身材就恢复到生孩子之前 甚至更加纤细 如此迅速瘦身 会不会影响哺乳质量呢 会不会影响你的健康状况 不会不会 因为我没有刻意减肥 我是还是照吃补物 属于那种还是吃货型的 经常姐妹聚会 就吃火锅呀 然后也会喝煲汤啊 然后也会吃主食啊 馒头大饼一个也不辣那种 因为你吃火锅喔 我知道我去吃火锅 我要吃火锅呀 也吃火锅 我赌家